如果你不是老手的话 我建议你就直接去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兰芳 欢迎收看Dr.Shoe 老师我们今天想问一个问题 在APP里面啊 男优都会一边抽查 一边摸女生的阴地 这样子边抽查边摸阴地 是会比较容易高潮吗 嗯 你指的是哪一种高潮 就是高潮 就只要高潮就好了 答案其实也不一定 但是如果有一个前提就是 你是在一定的频率之下 然后你的腰臀很有力 又持久 是可以达到女生阴地高潮的那种前提 还有你的手是会摸 你是会让女生阴地高潮的前提的话 你在同时抽查 跟同时碰触女生的阴地的时候 会更容易感受到快乐 高潮的感受可能是会加成的 因为阴到的高潮 我们之前说过了 只有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女生 有感受过什么叫阴到高潮 那个其实应该是说 阴到高潮的感受 本来就没有这么的明显到 让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去感受出来 或者有些人的伴侣 根本就没有办法让她感受到 阴地高潮的感受是比较强烈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女生 有百分之七八十 都是比较可以感受到 阴地高潮的快乐 老实说你刚刚意思是说 因为高潮有分阴地高潮阴道内高潮 像这样子边收插边摸的话 有可能是其中一个地方高潮 有可能两个都没有 那有可能两个都一起高潮吗 太难 其中一个就很难了 理论上不是不行 但是太难 对 你们常常说我在纸上谈兵吗 我现在就纸上谈兵给你们看 第一个呢就是两个都没有 第二个选项呢就是其中一个高潮 第三个选项呢就是两个同时都有 这个叫做纸上谈兵 因为实战经验大部分都是第一个 就是两个都没有 还会搭配上 这个就是纸上谈兵跟实战经验的差别了 你们不是最爱讲这个 所以老师意思是说 这东西理论上不是说不行 对 非常难达到 对 理论上当然存在 一定有这样的人 一定有这样子的伴侣是享受的 一定有这样子的女生 你不用在这边留言 也不用承认 也不用谩骂 谩骂的人一定 90%是做不到 然后用谩骂来满足 告诉别人 我有我有我有 你有的话不用讲出来 正常人也不会讲出来 如果说其中一种高潮都很难的话 是不是其实把其中一种先练好 不用急着要就是一次就想要挑战两种这样 对 应该说你跟你的伴侣 如果两个人的经验都已经很OK的话 当然可以尝试 因为 因地高潮 它是会帮助女生更容易享受跟感受 因到高潮 但是不是说 因地高潮的女生就一定会因到高潮 这两句逻辑 听不懂的回放10次 再留言 所以呢 前提是 如果你是老手可以让女生因到高潮的那种或因地高潮那种 你同时要进行当然女生会更容易或更快感受在快乐里面 不过女生本身的体质也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是老手的话 我建议你就直接去练习让女生的因地高潮就好了 因为第一个女生的因地高潮它比较容易有成就感 女生也比较容易感受到高潮 老师那意思是说如果连用手帮女生因地高潮都 你都办不到的话 那就更不要想说想要挑战更高难度的就是边抽插边摸印地 对你这样子只会弄巧成多 就像我又不会运球 然后我去问一个会打篮球的人说 花式运球要这样子跑还是这样子走 问题是我连球都不会拿 要问这个问题要干嘛 有些人会觉得说 她用手没有办法让女生满足 那她可能在边抽插的时候边加手会不会有加成的作用 并不会 但是如果女生们想要尝试 我个人的建议是女生可以自己摸 我觉得这样子效果也许会更好 双先生你有什么要疑问的吗 我没有这个问题啊 我手不够长 手不够长什么意思 双先生意思是说 他在做的时候 手不够长可以顺便摸这样 不过我可以建议就是如果要尝试 通常是从后面来 男生从后面来 女生可以自己碰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万丈高楼平地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一步一脚印 把基础做好了 你有一天你自然而然就会变成那个高手 我觉得技巧还是 它并不是真正的重点 重点是 你有没有用心感受你伴侣的感受 我觉得这个真的才是两个人心爱当中 我强调的我觉得最重要的高潮 并不是生理的高潮 而是大脑的感受 那今天影片就在这边 喜欢我每一篇的人记得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雪兰芳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顶尖事务所的订阅 已经超过三十万啰 希望大家努力的分享还有订阅 我们会再继续提供更多优质的知识影片给大家看 就是还不会爬就想要跑这样子 就像你问我们问厨师小沛博 他讲了一堆小沛博 可是我我根本不会煮饭也不会煮菜 我连瓦斯炉都不会开 你去问小沛博有什么用 老娘 我永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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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